国民党主席选战决战9月25号即将就要投票了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看到三位大家比较熟知的参选人 包含了朱立伦、江启臣还有卓博元 他们到底有哪一些优势呢 我们首先来看到朱立伦 大家都知道他曾经也担任过党主席这个位置 那么他的优势就是他的经验比较丰富 他在这一次的改选当中 他提出了三大改革政界 第一个就是要成立民调中心 还有包含要储备这个青年的党务主管 以及要将党组织线上化 所以他也特别强调他未来要强化党的组织 另外一方面就是他获得了连加的支持 所以外界普遍认为在整个派系的整合上面 朱立伦是做的比较好的 另外再来看到就是江启臣现任党主席 大家都很好奇他会不会支持九二共事呢 那么现在江启臣他提出了宪法九二 也就是在中国民中华民国宪法之下去论述九二共事 那么也被外界解读是有望获得马锡奥元 再来看到是卓博元 大家对他比较不熟悉 他是前彰化县长 那么最近最有声量的就是他抢朱立伦 现在还是想要选总统 不过呢他的问题在于跟党中央连结不深 不过因为他是彰化出身 所以也有一些地方上的支持 现在离九月二十五号还有一些时间 现在国民党选举厮杀激烈 精彩的还在后头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